接著請吳思懷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有請蘇院長 經濟部部長 謝謝 蘇院長 經濟部省部長 委員好 院長 部長辛苦了 我想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 來質詢有關我們政府的能源政策 在2025年 目前經濟部的能源政策規劃 配比是燃氣50% 燃煤27% 再生能源20% 其他占3% 我想請教院長 目前政府的能源政策走向 是減煤滅河蒸氣 增加再生能源的方式為目標 這個沒有錯吧 對 好 院長既然同意這麼一個能源政策 那我接著要問從經濟部 能源局的一個公佈資料 我國的天然氣是佔百分之九十九 依賴進口 請問院長 除了我國以外 有沒有哪一個國家 是自己沒有生產天然氣 而有這麼高的配比百分之五十 有沒有哪一個國家 這個部分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過去我們的能源結構 我們的燃煤佔了四十幾% 那現在呢 老百姓對於煤的部分造成的污染 比較沒有辦法來接受 所以我們就順應名義 來調整我們的結構 把燃氣提高 部長 是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我知道有這個背景 但是我要告訴院長跟部長 沒有一個國家是本身沒有產燃氣 然後占這麼高的配比 目前沒有一個國家做這個事 再請教 美國生產業源氣 但是美國天然氣的發電比例 可以看一下我們公佈出來的數據 美國自己有產 它也不過占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七 這個請經濟部要參考 這個是各國的國情跟天然支援的條件不一樣 我們都尊重了 是 那麼我就要反過來問部長了 是 我們是一個海島國家 是 我們沒有任何能源的生產 你居然敢把燃氣這麼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提到這麼高的配比 但是我們會來分散 來源 以及呢 提高我們的儲存量 安全存量提高 我在問會部長 不同的這個航路的分散 來提高它的這個營運風險 百分之五十的天然氣配比就不叫分散 天然氣的三個最大的困擾 其實已經討論很多年 第一個叫做不安全 第二個叫做供電風險很高 第三個叫做價格非常高 我們先講不安全這個因素 我來請教部長 因為院長可能不是深入那麼多細節 天然氣的開採、純淨、運輸、儲存 都有很高的困難度還有很大的危險性 它需要是高壓低溫的情況下 如果儲存槽有任何一點尾施破裂 它就引起很大的災難 我們打個岔 以目前的這個科技的成熟度 這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在APEC的平台 大家都討論過了 我也都清楚參加 部長可以做這個承諾 我們會有記錄 向社會大眾承諾 未來希望能確保 下面我就提供一個瑞士 一個評估資料庫的資料 就是燃氣在每八萬七千六百億度的發電量 它會有這麼一個死亡率最高 就是天然氣 那這個數據我相信你們過去評估也有參考過 但是請提供執政當局參考 這是有相當的風險跟危險性 也請經濟部要做好這個措施 我們可能要去了解一下 它整個的這一個問見調查的資料的背景 那當然是我了解 第二個供電風險高 這是真正國家安全的問題 我請院長一定要參考 我們現在的 因為燃氣的部分 全世界都普遍在使用 請讓我講完 我們現在的除氣槽 只能儲存兩周的燃氣 這是經濟部的資料 如果到夏天供電量增加 它只能儲存七天的使用量就燒完了 但是我們現在擴建除氣槽的進度在哪裡 環評是不是那麼容易通過 前面幾年都有很明顯的案例 那麼我想如果颱風燃氣船進不了港 或者現在中共對我們的打壓 大家都很清楚 海上封鎖 那麼很快就會斷氣 這一部分請部長能不能具體回答一下 好謝謝委員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大家一直在關心的 就是我們的燃氣的部分 那它的整個安全存量 以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會提高到21天 而且燃氣槽擴大以後 然後安全存量提高來解決社會的疑力 第二個呢就是所謂在運輸的航線上 我們也去把它做整體的規劃 避開南海航線的部分的這一個天然氣的量 我們也都做一個調整 來讓這個風險降到最低 那麼你還沒回答我部長 剛才問你現在儲氣槽不夠 你有沒有擴建計畫 否則你到百分之五十 這個有 這個部分在永安 以及我們的台中的接收站 這個我們都有考慮了 現在都正在進行 我想這個除季站 不是考量 它有很多執行面的困難 包含環評是否能如期通過 請部長一定要做出承諾 好謝謝委員提醒我們 這我們會來注意 很大的困難度 第三個再問就是 因為它的價格是不穩定的 我們看到去年三月 你們提送立法院的報告 曾經講過 二零二五年 每一度的電會漲到零點八四元 電價漲幅是百分之三十三 這是你們經濟部提供的報告資料 也就是平均算 三口之家每年是增加三萬元的電費負擔 這個只是一個前提是 國際燃氣燃料價格不變的情況之下 是這麼一個丈夫 那麼你們在去年春節期間油電動漲的時候 部長回答過 規定電價一次最多漲百分之三 一年有兩次的審議會議 也就是說一年只會漲百分之六 部長是不是確定這個承諾 這個是我們整個在 我們電價的會議員會裡面的遊戲規則 那個公司都有這樣的一個訂定 這個遊戲規則政府要負責承諾 為什麼我請看後面這張表 這兩年的 每度的燃氣的價格 因為整個國際油價它是下跌的 我們看一三年一四年 那個時候的油價是高的 所以每一度的燃氣電費是這麼高 相差到百分之六十 我要請院長注意 請部長你要承諾 如果國際油價上漲 你是不是也能做到這個 讓百分之六的電價漲幅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可以看到我們也請中油 要去做這個 所謂的來防止這個 國際的這些燃料價格高高低低起伏的變化的 因應策略 有時候像最近跌的部分 那我們期後的部分是不是就可以有機會 然後漲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透過長期的部分來穩定 這個都有配套 我覺得部長這個回答 民眾跟企業恐怕不會滿意 都折成中油依據國際油價的起伏 來做調整 那麼我們問的是 國際油價上漲的時候 你是不是能維持 每年我只漲百分之六的這個幅度 能不能做得到 因為這個部分來說 我們有根據那個公事來 然後最重要 我們是還有一個 所謂的電價的穩定基金 這樣來做配套 我想這個答案是肯定的 大家都很清楚 我希望經濟部正視這個問題 這個能源政策 還有幾年時間 現在蔡總統第二任 還有空間 可以調整 而不要硬幹下去 當燃氣的配比都不動 如果國際油價發生問題 那你這個電價不可能維持百分之六 這個部長我相信你不敢在這裡做承諾 那麼我再追問一個問題 再生能源要在二零二五年 希望能夠達到百分之二十 我想請教部長或者院長 德國作為一個綠能的大國 他從百分之五提升到百分之二十 花了多少年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呢 就看各國他整個的能源政策的定的目標跟策略 我在這邊把答案告訴我 這個每一個國家的路徑都不一樣 德國是一個能量 我跟委員報告 我氣 我們像德國他在走離岸風電 他從頓過到競價 走了十三到十八年 台灣這一次只花七能就達標 所以每一個國家的策略都不一樣 部長很有信心 我再告訴你 德國作為一個綠能大國 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再生能源 他走了十二年 那麼現在二零二五年 我們經濟部的政策 要走到百分之二十的配比 你只剩下幾年 你能不能做得到在這邊做出一個承諾 沒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都on schedule在進行 而且我們都是每一季在盯進度 感謝委員提醒我們 我很佩服部長的承擔勇氣 你在這邊說的話 會記錄 是 民眾 媒體 所有的公務 而且甚至於開發商 遭遇什麼困難 連嫁入找我都願意來幫他解決 所以像CIP Northland Power 這些都隨時跟我們保持 那些連續甚至連卵上我們都視訊會議 我很佩服部長的辛苦 我不是問你多辛苦在做這件事 我知道 我是你要對人民承諾 你能不能在二零二五年達到 再生能源百分之二十的配比 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個沒問題 我們一定使命必打 但是我們現在每年都直計在檢討 感謝委員提醒我們 謝謝 那麼最後我想問一下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是 政府為了分散貿易風險 不要特定的國家太多的投資 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但是這三年來 新南向政策的成效 部長可以簡短回答我一下 第一個很簡單 我們整個呢 在新南向政策推下來了以後 這幾個國家 包括菲律賓 包括越南 包括印度 都跟我們簽了 雙方的投資保障協議 這個是很指標性 因為有了保障協議 我們台商就願意去那邊投資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們的新南向國家 在產業的合作 投資的合作 以及人聯的交流 這些都相當的有成就 那委員如果說要那個 我就再安排一份資料給委員 謝謝部長的回答 我問的重點不是這個 是這三年我們新南向政策的預算 每年都增加 實際貿易的成效 結果是遞減的 各位看一下這張表格 如果新南向政策的成效 要用數據來說話 而不是我們做了多少努力 我相信人民希望看到的 不是政府做了多少事 而是政府達成了多少事 讓人民有感覺 好 抱歉委員 我會把我們每一個國家的部分 他的投資 他的貿易額 產業合作的部分 整個給委員參考 謝謝 那麼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新南向政策有這些數據性 可以對比的 請院長參考 那麼針對中國大陸的貿易 反而是 逐年的增加 這個各位看一下這些表格 我想 部長 新南向政策不是不好 而是要檢討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如果每年預算都增加 實際貿易額是降低 那顯然你的政策出了問題 出了問題就要檢討 而不是說 把每一個國家的配比拿出來 給我們看一下 部長 你要交代的是全國的民眾 還有企業 院長承擔的是國家的安危 我希望從這幾個角度 來檢討 相關的政策 好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 新南向的政策 最重要就是 因應 我們要分散 我們台商 在海外生產基地的風險 那這個部分要給產業時間 他在做生產基地的調整 那現在初步慢慢 一步一步都已經出來了 打個比方 這一次的武漢肺炎的影響 還好是去年 我們這個台商 我們把一些中低階的 往新南向國家 高階回到台灣 所以這一次 反而相對的衝擊就比較低 了解部長的辛苦 但是我講數據呈現的 請院長注意 我們要從中國大陸移出 一定是正確的 不能全部依賴一個國家 但是 這幾年 每年的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額 是增加的 那顯然跟您剛才說的 是有出入的 希望部長 跟院長 重視這個問題 這個我跟委員報告 大概要給時間 step by step 直接去調整 這個我了解 好 謝謝院長 謝謝委員